都说病来如山倒,生病大概是最让人无奈的事情了 如果是一般的病症还好说,病人既不会承受过大的痛苦,家人也不会有太大的压力 但若是重病,对于一般家庭而言,几乎相当于灭顶之灾了 心疼病人不说,面对高昂的诊疗费用也会感到无力,甚至连掏空家底都不够 就算是演艺圈中的艺人,也不一定能顺利过关 2018年的时候,知名音乐人袁维仁曾突然传出脑溢血的消息,令外姐担心不已 据媒体报道,她起初是在酒店房间内不慎跌倒 站起来后原以为没事,但后来在录影时竟再度倒下并昏迷 之后通过电视台人士的关系,送进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 当时因为脑部有多处出血,且有血块,而且头部的另一侧又发现有肿瘤,脸不敢乱动刀 在邀集上海脑科最好的医生开过诊疗会议后,才决定动手术 手术过后很长一段时间,她依旧处于昏迷未醒的状态 当时女友菲林还透露,说她可能会半身不随,但希望一切能往最好的状况发展 手术后照CT确认没有生命危险,但医生说要经过8小时的观察期 确认脑部不再出血,才能继续讨论如何整治她的肿瘤问题 她就只能先在家户病房住下 两个月后,袁维仁终于返回台湾,再次开刀治疗,将肿瘤顺理切除 这段时间里,因病情折磨,她暴瘦近20公斤 从昔日圆润身材变得皮包骨 且生活无法自理,只能通过他人协助 出门必须要借助轮椅,头发也瞬间变白,显得苍老了很多 当时记者还拍过她的照片 照片中,她因手术在额头上留下了瞩目疤痕,更看得人心疼不已 后来在附件中的她再次被网友偶遇,她还是只能依靠轮椅出行 且身形比之前还要销瘦,脸颊和脖子也因太瘦,显得皱纹很不 加上一头已经灰白的头发,整个人老太避陷 跟发生意外前的她判若两人,可见她生病的这段遭遇有多沉重 之后她的好友向媒体透露 虽然原为人正在康复中,病情有所好转 但能否恢复到原来的状况实在很难说 不过三年的时间过去,相比之前的状态 现在的她已经长泡很多 花白的头发也长长不少,已经接近原来的长度了 除此之外,她也已经能站起来一会儿 虽然需要其他人搀扶或者器械辅助 但是相比以前已经进步很多 而且在被太阳刺眼的时候,她能自己伸手遮住眼睛 积极康复的样子也让网友备受鼓舞 原为人早年以歌手组合出道 为纳英写过《梦一场》《征服》等歌曲 也为SHE、郑秀文、许如云和刘若英的歌手 担任过专辑制作人 这些年常在音乐比赛担任评委 因外形肥胖,她还被大家请你的叫做小胖老师 只是事业上顺利的她,除了健康出现问题 感情也是非常坎坷 在她生病期间,一直都是由当时女友菲林一路照顾的 但如今菲林其实早在疫情前就已经回到上海 当时袁维仁身边有人还用下戏了形容这段感情 在跟菲林交往前,袁维仁曾与陆元琪有过一段婚姻 当年她与陆元琪结婚时 对方已经出演过不少电影 是小有名气的女演员了 为了全身心支持丈夫的音乐事业 陆元琪还退出了演艺圈 然而,这段女人为爱牺牲的婚姻 从最开始就埋下了重重危机 在他们婚姻相处的14年里 不时传出袁维仁外遇偷心的绯闻 在2006年,陆元琪还在社交平台上 透露她有外遇,心情沮丧之下 甚至还狂吞安眠药 后来,方文琪从中调停 并在袁维仁努力挽留下才为离婚 但感情早已破裂到无法愈合 在2016年,两人还是离婚了 一双子女由女方独自抚养 早前在陆元琪抱起偷心出轨的时候 因为被她绝口否认 所以外界也没有在意 不过在两人离婚的第二天 袁维仁就被直击开豪车 载着长发正妹回家 后来在网友的追踪下 才得知女方是23岁的 记照被网红陈薇 此时爆出后 袁维仁的口碑直线下滑 还被网友直呼为渣男 此外,结婚14年来 陆元琪探言 结婚第一年就想要分开 但当时爱与女儿刚出生 袁维仁不答应 这件事就这样缓了下来 后来因为出轨事件 整整13年都在停离婚 虽然中间彼此都在努力修复关系 但频率已经对不到一起 直到2016年 约为人搬出去 陆元琪才提出 不会干涉对方去国喜欢的生活 但不想要有一个关系 让他每天抱着期待 只希望对方能还给他自由 而在签字后 他感到无比轻松 对此他这样评价 我觉得心灵被释放了 三两人离婚后 一度关系不是很好 但后来双方慢慢解开了心结 陆元琪曾谈及 在原为人开刀后的心情 透露他其实曾写过一首歌给他 用来纪念破灭的婚姻 但他因为还处于离婚后 心情有些埋怨的状态 所以一直没有打开来听 直到要飞去上海探视的路途中 才第一次点开 歌词写的却是亮人的心情 让他一路痛哭 还动情地说 我觉得小胖是一直在教我 怎么变成一个大人 他用各种事情来让我成长 但是以至此 再多的惋惜也无法挽回了 关于原为人的病情 其实在附近期间也曾出过意外 当时他二姐曾表示 有次他在家中 自己想从轮椅上站起来 却因没有力气站稳而跌倒 摔到地上撞伤头 紧急送医后 住进家户病房 反复发烧退烧 又被告知细菌感染 昏迷指数一度只有三 索性在医师的努力救治下 很快就有了好转 而且得知他再次就医后 其经纪公司还表示 如果他的家人提出需求 一定会尽力帮忙 去了解 原为人数后的照护金额非常高 家人负担沉重 好友张宇还曾发起募款 号召邮鸿明 吴奇贤等 继十位友人资助原家人 募捐来的善款 在其治疗期间 维持每月会四万元 给原家人支用 其中三万元是他的看护费 一万元为营养金 值得一提的是 正当外界纷纷为原为人加油打气 伴他渡过难关的时候 他的大姐原爱玲 却突然在社交账号上 发出炮轰文 称原为人对一双儿女百般疼爱 但他们在其患病期间 却不闻不问 甚至以寡连贤耻这四个字 来形容一双儿女的行为 还曾说 如果一个人不愿意见自己的父亲 是他的权利 我也十分尊重这份权利 但在漠不关心 甚至不承认的同时 可以对外界滔滔不绝地 发表自己对父亲的思念 不知居心为何 袁安玲更直言 任何人若言行不符 说一套做一套 是否做人很荒谬 对此 原为人的女儿袁荣 则忍不住发文澄清 说自己已经637天 没有见到爸爸了 但是在近两年的日子里 他和二姑姑有保持一定的联系 也时常会通过视讯看看爸爸 而且一直以来 他和哥哥都很想下台东去探望 他透露 有次从学校放学 独自从淡水 往荣总医院 要去探望爸爸 结果那天 原为人已经从加护病房 转到普通病房 所以他不清楚防号 到医院时 他打了通电话给奶奶 学问当时的病房防号 结果奶奶给他的回应却是 你们不用来看他了 说完电话就挂了 当时的他非常无助 还向柜台查询病房 无奈医护人员回复他 说家属也不能查询 折腾无果之后 他只能于当天返回家中 就在那之后 关于原为人的任何消息 儿女两个都无从得知 他强调 我们和爸爸的关系 一直都很好 不希望因为大人们之间的问题 而拉扯到我们 见爸爸的权益 此外 据前期陆元奇所说 原为人在上海 脑溢鞋倒下时 他曾带着儿子袁毅 女儿袁荣前去探望过 事后上节目还透露 看见全身插满管子的 原为人后 吓到后退大哭 而且在这之后 袁毅也曾带着妹妹 两度飞去探望 血浓雨水的亲情 并未受父母离婚影响 只是齐大姐的说法 仍旧是掀起一阵悬然大波 但具体如何 外界始终不得而知 而且袁毅之前 在接受媒体专访时 被问起 想跟爸爸联络吗 他说当然想啊 但很多事情停留在这时候 其实也是蛮美好的 一席话不禁让人觉得 似乎藏有苦衷 其实袁毅在一众心二蛋里 经历令人颇为心疼 但他却一直都表现得非常懂事 据悉 他的梦想是成为 节目幕后工作人员 尤其喜爱摄影 所以他平时一边学习 一边追梦 个性孝顺又贴心的他 直到妈妈独立养大 他与妹妹不容易 除了开始接案子打工当摄影师 也开始在社交平台上 卖起衣服 帮忙分担加起 或许是过于着急着为妈妈分担 他甚至在发文时 诗人自己卖衣服有愁成 还用近乎恳求的语气说道 求求你们都来买吧 就当做是帮我个忙吧 袁毅不过二十岁不到的年纪 却已经开始要为生气烦恼 可见他家中的经济状况 并不像其他明星家庭那样乐观 加上他和父亲已经完全失去联络 既不能当面关心自己的爸爸 也不能和同龄人一样享受父爱 富二小小年纪就要在学业和生计中寻求平衡 实在是心酸不已 看过袁毅人和其家人的生活之后 希望他能继续保持良好的复健工作 早日养好身体 重新回到事业中 也希望他能找回久违的亲情 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 告诉我你最喜欢的明星